遇到你,真好 以前,以前,很久以前 有一个吉隆宝宝到海边来摘红果子 就在这个时候 霸王龙张开大嘴,目露凶光,一步步地披静 哇,救命 吉隆宝宝浑身哆嗦,躲到了树干后面 在这样的地方,遇到我,算你倒霉 霸王龙说道 嘎巴,嘎巴,嘎巴 他用方利的牙齿咬断了红果子树 眼看要把吉隆宝宝一口吞掉 就在这个时候 大地轰隆隆地摇晃 是一场剧烈的地震 咚咚咚咚咚 嘎嘎嘎嘎 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大地裂开了 嘎嘎嘎 大地分成两半 霸王龙和吉隆宝宝站着的这块陆地开始飘流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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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样,你就要被我吃掉了,保王龙说着,把鸡龙宝宝轻轻地抓起来,不行,不行,你不能吃我,鸡龙宝宝尖叫着,我是捕鱼高手,从今天起,我会为你捕很多很多的鱼,你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鱼, 要,要是你现在把我吃掉,那以后就要一直饿着肚子了,所以,所以你不能吃我,好不好,好不好 你真的会捕鱼 保王龙话音刚落,鸡龙宝宝哗啦一下,把头扎进海里,很快 他就叼着一条鱼回来了,霸王龙别提有多高兴了,咯吱,咯吱,咯吱,好吃,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就给我捕鱼吧 霸王龙,鸡龙宝宝宝,鸡龙宝宝每天都累得精疲力尽,就这样,他俩一起生活在这片小岛上 一天晚上,我叫抽抽搭搭,因为我爱哭鼻子,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 鸡龙宝宝望着霸王龙 我?我是吴鸣 你叫吴鸣啊,这样啊,吴叔叔,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吴?吴?吴叔叔? 好吧,那天我想,在红果子树边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家伙 你呢?抽抽搭搭,你来这里干什么? 抽抽搭搭,悲伤地回答 我妈妈,病了,翼龙叔叔告诉过我,吃这种红果子能治病 是吗?为妈妈来到这儿?霸王龙说 抽抽搭搭哭着说 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在等着我吗?霸王龙温柔地说 你妈妈一定没事,她一定在等你回去呢 谢谢,谢谢叔叔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她说谢谢 第二天,抽抽搭搭搭正要去捕鱼 霸王龙笑眯眯地说 今天不吃鱼了,咱们吃红果子吧 说着,她摘了许多红果子 抽抽搭搭高兴地喊道 叔叔,你太棒了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她说太棒了 咯吱,咯吱,咯吱 嗯,真好吃 叔叔,你也快吃吧 抽抽搭搭说 霸王龙也把一颗红果子扔进嘴里 咯吱,咯吱 嗯,好吃 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 是吧 叔叔,你真好玩 霸王龙也从来没听别人对她说过,真好玩 她看到抽抽搭搭吃得很香 不由得想 好想让她妈妈早点吃到红果子呀 第三天 一只她被翼龙从空中向着抽抽搭搭俯冲下来 霸王龙用尾巴咣咚 一下把她甩走了 抽抽搭搭高兴极了 叔叔,你真酷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她说,真酷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 抽抽搭搭想起了妈妈 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霸王龙什么都没说 紧紧地拥抱了她 抽抽搭搭擦干眼泪说 叔叔,你真好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她说,你真好 霸王龙每次听到抽抽搭搭对她说,谢谢,太棒了,真好玩,真酷 你真好是,心里都感到一股暖流 她想对抽抽搭搭说,能遇到你 就在这个时候 轰随着转 Juan STEVE – 轰随、轰随 轰随,又是一场大地震 嘎、嘎、嘎ٍ 随着轰随的声响,小岛摇晃了起来 没想到他们在渐渐地向那天分离的大路靠过去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眼看就要靠在一起了 地震忽然停了下来 小岛也不再移动了 快 快 趁现在 霸王龙抱起抽抽搭搭 使出全身力气 跳了出去 海浪闪闪发亮 不懂 稀拉瓦拉 好不容易跳到了对岸 成功了 抽抽搭搭 我们得救了 霸王龙刚高兴地说到一半 要 糟了 然后 霸王龙独自跳回到小岛 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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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咬断了红果子树 紧紧抱住树干 竭尽全力 又跳回到大路上 噗通 就差一点点 最终 霸王龙还是掉到了海里 只把红果子树抛了上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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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别往带走 快 快去找你妈妈 我怎么能把你丢在这里自己走啊 抽抽搭搭哭叫着 别管我了 你快走 我 我能遇到你 真好 说着 霸王龙静静地向深深的海底缠了下去 说说 说说 抽抽搭搭的哭泣声响彻夜空 几年后 抽抽搭搭学会了游泳 一天 他游到了那个小岛 在霸王龙咬断的红果子树上 结了两颗红果子 抽抽搭搭一边吃着其中一颗 一边学着霸王龙说 好吃 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 嘿嘿嘿嘿嘿 眼泪从抽抽搭搭的眼眶里溢了出来 叔叔 你不仅很好玩 很酷 还很温柔 谢谢你 叔叔 遇到你 真好